长期手艺的坏习惯行为会改变我们的大脑 对我们的脑力,特别是专注力、记忆力、注意力、理解能力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借多久之后脑力才会恢复呢? 一般来说,刚开始借掉的第一个月 身体会慢慢恢复 精力和体力会越来越好 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个人会明显感觉到精力和体力更加旺盛 负面情绪对我们的影响再逐渐减小 意志力、注意力和动力有所提升 思维也会更加的敏捷、更敏锐 之前要听两次才能明白别人说的什么 现在一次就能听清楚了 第三个月的时候 精力和体力改善特别明显 思维、记忆力、专注力明显提高 久坐也不会感觉到腰酸背痛 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总的来说,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一般医治两个月会有所改善 三个月左右 你会感觉到很明显的变化 当然,如果配合充足的睡眠 适当的运动 恢复的会更快 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好好珍惜 远离坏习惯 除非,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